大家好 欢迎收看周一的赢家攻略 我是韦国庆 各位今天是放完中秋节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那当然过中秋节大家都很快乐 但是我相信 其实中秋节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讲 心里面是五味杂陈 怎么说呢 因为台湾在礼拜五放假的时候 其实美股还在继续大涨 也就是说如果在上个礼拜四 在放假之前 比如上个礼拜三或是礼拜四 如果你有进去买了股票 而且还买到强势股 当礼拜五台湾已经开始放假了 但是礼拜五的晚上 美股继续大涨 如果说你手上有了 上个礼拜三礼拜四 你就去买了一些不错的股票 那我相信礼拜六的中秋节 你会真的过得很快乐 想说哎呀 对不对美股大涨 哎呀这个等待发完假 回来礼拜一准备躺着赚钱 果然没错 所以今天台股也大涨 但是但是 其实今天这个盘 虽然说这个大盘本身 这个是大幅上涨 但是呢 其实今天的股票 可不是每一次都大涨 今天的股票 其实是强弱分明 对不对 所以刚才我也在讲 如果你上个礼拜三礼拜四啊 有买到一些 今天有大涨的股票 哇各位 那你真的叫做快乐的投资人 那这个中秋节呢 放假也放的真的是快乐 但是反过来讲 如果上个礼拜三礼拜四 要是你没有进场买股票 结果呢 礼拜五 哎呀看到美股连续 连续两天大涨 哇礼拜六礼拜天 其实你心里面不见得很高兴 对吧 哎呀 礼拜一台股一定涨 可是手上没什么股票 水鬼 各位这是我所谈的 这个真的啦 人的心情呢 或是说在股市里面呢 什么叫做快乐的投资人 什么叫做成功的投资人 各位这个真的 跟你能不能够这个 总是能够领先市场一步啊 这个看出来 到底未来这个 这个股市到底要涨要跌 对吧 那如果说你自己本身都能够 在这个行情涨跌之前呢 你都能够率先抓住 哇各位那你是高手 那我也佩服你哦 那你说股票应该赚很多的钱 但如果说每一次每一次啊 这个当真正赚钱的机会来的时候 可是在一开始你都没有把握住的话哦 那各位那这样子 那这样真的有点遗憾 好吧 如果说你真的是每一次在这个盖进场 盖进场的时候都没进场呢 那今天的节目请你仔细的看 那也就是说那维国庆 各位那我维国庆 我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你 在每一次啊当市场还在观望 或者市场还在一片迷惑的时候 在那个第一时间该进场的时候 维国庆 我有没有方法 到底我有沒有本事 能够带着会员 以及我都先预告你这个地方 你该进场 各位上个礼拜三礼拜四 尤其上个礼拜三台股还在大跌哦 好礼拜四终于是反弹了一天 可是问题是在当上个礼拜三礼拜四 台股还在那边在底下在震荡的时候 那维国庆我在赢家攻略 我给你预告了什么 我给你对于大盘 我给你预告了什么样的 做了什么样的预告 以及上个礼拜三礼拜四 我在买什么股票 那到今天这些股票 各位今天有一支股票 涨停板在创新高的 哪一支股票 艾地亚 好我们待会来说 各位艾地亚我之前给你 我从9月1号 我给你连续预告了三天 我说有一次叫做新高利有没有 各位新高利我给你预告了三天 就是艾地亚 今天股价一开盘没多久就涨停板 创波段新高 各位我希望你上个礼拜三礼拜四 你有进去买这个艾地亚 如果你有的话 你当然今天是全市场上最快乐的投资人 对不对 好来我们先从大盘讲起 各位这个今天台股的大涨 其实我相信又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 因为说真的啦 你看尤其到上个礼拜三 有没有印象 哇当天台股还大跌 不但大跌啊 还创这个等于说前一波的新低 那那一天呢 那个盘面上的股票简直是杀身震天 因为那天跌幅跌得非常的重 跌了267点 盘中跌了将近300点 那我就请问你啊 当上个礼拜三 这个大盘继续跌了将近300点 还创这一波的新低的时候 你敢进去买股票吗 大家都摇头 那一天很多人可能是去卖股票 把股票卖掉 哇结果礼拜三开始涨 对不对 可是重点是当礼拜三 全日常一片在悲观的时候 那一天呢 我就在这个节目上 我在赢家攻略 就大盘的部分 我先跟你讲了一件事情 我说各位哦 我说今天 我用当天的口气 我来跟你讲 当天在这个地方 我特别跟你讲 我说啊 对台股哦 今天有继续大跌 可是有一件事情很奇怪 前一天晚上就上个礼拜二了 那天晚上 肺半并没有创新低哦 来 各位你还记得这一张吗 当时我就给你看 因为上个礼拜一 那个美国劳动节 那个休息一天 所以礼拜二有开盘 那一天 礼拜的晚上 肺半是小跌 但它跌下去 它跌下去 可是它谈到的低点 并没有破 前面两天的那一个低点 所以当天 可是台股呢 那个礼拜三那一天 还等于多跌了 这一根就对了 所以当天 而且这一根跌得非常的重 跌了将近三百点 所以市场一片悲观 可是那一天我就告诉你 我说 这个地方肺半并没有创新低啊 有没有 我说肺半没有创新低哦 所以我说这个地方哦 这个只要这个美股啊 这个跌幅收敛了 再来你就看美股 跌幅是否收敛 对吧 只要这个美股 尤其是肺半 没有再创新低的话 那其实后面要开始往上谈 其实礼拜三 我在跟你讲完 讲完肺半之间之后 其实礼拜四 就已经谈低跟红棒了 对不对 所以礼拜四 我就开始再恭喜大家了 说好现象 好现象哦 哦哦 美股没有破新低哦 所以这个 这个礼拜四台股呢 已经涨上去了 台股开始跟进了 好 而且其实礼拜四 我就跟你讲了 我说这个盘 以这种结构来看呢 这个东西啊 能够随时 随时就能够攻到五日线上去 而且一旦站稳五日线的话 就继续反弹 各位 我请问你 上个礼拜四 我相信很多人其实还在 用很悲观的眼光 在看这一波 对不对 可是上礼拜 不单是礼拜四也好 又到礼拜四 我已经跟你讲了哦 这个因为 它已经相当 相当靠近五日线 上礼拜四我特别跟你讲 我说这个地方 因为当天收盘的位置 算是收在最高点嘛 所以礼拜四 我就跟你讲 我说以这种短线 能够收在当天 几乎是最高点 代表说这个短线的 多头的力道 已经在转强哦 否则不然的话 应该收一根像那种 长上影线才对 如果这个地方 五日线是上不去的话 铁定当天应该收个 长上影线 可是当天几乎是 以最高点去做收 所以我就讲说 这个地方 有机会了 一旦站上五日线了 就继续反弹 继续反弹 那各位当然了 但是因为上个礼拜 礼拜五台湾在放假 可是上个礼拜五晚上 那就美股就继续大涨 有没有 废半就上个礼拜 就已经率先 也是用跳空的方式 跳过它的时日均线嘛 那所以当然今天台股 铁定也是用跳空的方式 然后就跳过时日均线 而且今天收盘的位置 也收在时日线上啊 各位你看 不过区区两三天的时间 从上个礼拜三 市场上在一片悲观的时候 可是微国线那一天 我却领先全市场告诉你说 废半没有破前提哦 这个地方你先不要看得太悲观了 你看到上个礼拜四 已经开始晚上谈了 我说过这个短线 说在最高点情况不错 嗯果然今天对不对 就继续给你上去 好 那当今天这个站上时日线的话 当然我跟各位讲 那很标准的 这个地方呢 五日均线 时日线以下到五日线这个地方 已经算是一个短线 一个很强的支撑了 那而且重点当然了 因为已经连续涨了两天 那不排除明天 可能短线会震荡一下 因为是第三天嘛 那这个飞波南西树裂 三震荡一下是应该的 但是就算明天短线有震荡 我跟各位讲 你不要去自己吓自己哦 因为就算 如果就算短线有拉回 也是哦 去做多早埋一点 去做多早埋一点 因为这个盘会继续往上涨 我这样讲 讲得够不够白 嗯 好 那而且重点是今天好事好在 今天收盘有收在时日线上 所以呢就算明天有震荡 那基本上这个 只要时日线都不跌破的话 那这算是一个强势整理哦 如果就算跌破了时日线 但是目前因为五日线 已经开始在弯头再往上了 看到没有 已经开始在弯头往上 所以这个时日线以下到五日线 这个地方 已经算是目前短线一个多头 一个很重要的支撑了 听得懂吗 所以各位再来 就算有震荡的话 也是拉回早埋一点 这是 这个纯粹从技术面上来讲 是这个样子 而且今天的量 有在微幅在放大 这是一个好现象 这是第一点 好第二点 其实这个这两天 这个还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 因为这个美元有没有 因为美元呢已经这个 短线上已经冲得太快 连冲到110块之上 所以美元其实已经呢 连续两天在做拉回 那既然美元指数呢 连续两天拉回 所以你看果然台币的汇率 在上个礼拜四 没有再破新低以后呢 那今天反而开始 微幅的开始往上做反弹了 所以这是一个好现象 也就是说 好吧 反正不管怎么样 只要这个最近一段时间 只要这个美元 没有再冲过110以上 或者是这个台币 没有再扁破新低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 那起码这个外资的卖压 可以减轻 只要外资的卖压减轻的话 那当然了 对不对 不用我讲那你也知道了 那这个盘来讲的话呢 那这个台股 当然也就有继续啊 这个反弹的这种机会 好吧 所以各位目前来讲的话 等于说啊 这几个这个 对于这个台股 这个这一波上涨 的几个条件 基本上都成熟了 第一个 从这个价钱指数 本身的这个技术面来看 已经占上时日线了 那再来就是 那个台币在这个地方 起码短线呢 没有再破新低了 第三个当然了 废半本身 这个跟台湾 关系最联动的这个 那他这个昨天晚上 也是用跳空的方式 上了时日线 不过当然了 因为目前他的时日均线 并不是万头往上 还是这个往下 所以呢 短线不排除震荡 但是各位 其实你看台股的 加权指数的走势 跟废半是非常非常的像 对吧 看懂了吗 都是这个样子 好了 所以呢 但是我刚刚讲过 但是因为毕竟 五日均线在这个地方 已经开始慢慢在 弯头再往上 所以这来讲的话 短线就算有震荡 也是啊 回头找卖点 这是重点所在 但是各位 问题是 虽然说目前这三个条件 都有利于台股 去继续往上做反弹 或者往上涨 但是哦 刚刚节目一开始 我也提醒你了 如果今天你有开盘的话 大概你也发现到 其实今天盘面上的股票 不是美之强 对不对 不是美之强 那甚至这个本来 这个也许上个礼拜四 还强的股票 今天很多还开高走低了 对吧 所以其实今天的股票 基本上 算是强弱分明 问题强弱分明 代表一个什么意思 代表说 未来这一波 当台股继续在涨的时候 盘面上 一样股票不会全波都涨 所以其实就跟7月份跟8月份一样 每一波里面都有当时那一波的强势股 所以其实这道理我相信你懂了 对不对 就算大盘在涨 你去做股票 大盘涨也不是每一支都涨 它一定有那一波里面的主流股 所以大盘涨 这是第一个关键 第二个关键是 你还必须能够挑到那一波的强势股 或是主流股 这样子的话你才能真的能够赚到钱 对吧 好 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我想你 对我刚讲过了 今天的盘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今天有些股票确实很强势 还在创新高 但是有很多的股票 甚至还在跌的 或者之间是开高走低的 所以代表 今天的盘已经告诉你说 未来这一波里面的话 刚刚跟你讲过了 不是美之强 所以这边的选股变得很重要 好 孙老师 那未来这一波里面 那什么股票 有继续大涨的机会 来各位 其实还是一样 我也跟你讲 选股的第一个条件 就是这个股价要守在大幅线 代表说它是个多头结构了 好了 那各位来 你说未来这段时间 什么股票会继续强 有几个选股的方向 第一个 当然了 各位 这个股票未来一段时间要强 第一个 一定是 第一个 它的8月营收要表现得很好 对不对 或者是说起码 这个6月7月连续到8月份 过去这两三个月以来 如果它的营收都表现得不错的话 甚至8月再创新高的 再加上未来的前景不错的话 那这些股票就会是未来这一波里面的主流股 那说到这波的主流股 那今天有一支股票已经算是很标准的 是这一波的主流股 哪一支 我在9月1号 只有给你连续预告三天的 爱地亚 爱地亚今天 一开盘 很快就亮灯涨停了 他今天一开 你开得很高 之后马上就去拉个涨停板 哇各位 今天爱地亚 真的算是盘面上最强的股票之一了吧 对不对 问题是你有没有爱地亚 你有没有爱地亚 各位爱地亚这支股票 我说真的 我想今天很多人会来跟你讲爱地亚 但是重点是 在9月1号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维合星我给你讲 我拿了一招叫做新高利 你还有印象吗 当时我跟你讲说 因为当时高利不是已经 8月份大涨了将近一倍吗 有没有 哇当时高利就一路给你往上冲 高利算是到9月初 算是盘面上最强的股票之一 一涨涨了一倍 对不对 所以当时我维合星带着会员 把高利一波做上去之后 短线涨多了 我开始把高利 开始做获利的调节 然后就把资金开始去转到 这个新高利 就是爱地亚上面去了 转到这个爱地亚上面去了 而且所以我在9月1号 各位 你记不记得这张月线图 9月1号那一天 我跟你拿这张图 我跟你说 我说高利大涨一倍之后 那这支股票 我叫它叫新高利 我想这个你应该 你还很有印象 因为这是9月1号 给你连续高了好几天 当时我就跟你讲 我说为什么我会调到 调到为什么我会把这支股票 这个就是高利大涨一倍之后 为什么这支是高利第二 为什么是叫做新高利 我讲到几个重点 第一个 先从基本面讲起 它的营收 它的毛利 它的净利 都创了五年的新高 各位 我一直在跟你讲 今天唯一过去我选股票 不是什么开口闭口 什么技术面筹码面 我会来跟你讲 一支后面会大涨的股票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 一支后面会大涨的股票 绝对第一个 它的基本面要很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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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我就讲 这个你要怎么样能够找到大标股 而且能够通吃大标股 我说维国性我选股的SOP 就是两个条件 第一个 我先从基本面去看 这些公司 它有没有基本面 未来强的这样子的条件 有了以后 再来第二个 我一直讲 光是基本面强不够 因为很多股票 消息面 基本面跟消息面 是不错 台积电天天都是利多消息 可是股价一旦 是个空头结构 它就跌给你看 所以我说基本面强 是第一个选股条件 但是还有第二个 就是它的股价 守稳在我的大副线 没有股价 守在大副线 没有跌破 股价破断没有结束 后面必有高点 所以你只要能够跟着我的大副线 就同时大破断 不会随便被洗掉 对不对 我说通过这两个 这两个阶段 那股票大段的SOP 就这样子轻轻松松 就可以被国性掌握住 所以我的会员 要做股票 都轻轻松松 对不对 好 所以当时 高利就是最标准的 当时从7月19号 在60块这个附近 在我的大标股系统 虽然买讯之后 有没有看 就一路涨 修正修正 没有跌破大副线 涨 修正没有跌破大副线 一路就一路给你涨上来 对不对 好 但是当时在这个地方 在8月底 9月初 它涨多了以后 所以我开始把这个 后来被我找到了 我说会 当时我给你预告 我说来 我就去查过 这个ID 有没有一样 它的营收毛利 经历都创五年以来的新高 表现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我还特别讲 我还特别说 它就是新人员概念 什么叫做新人员 各位 爱迪亚做什么的 今天报纸消息 终于出来了 电动脚踏车e-bike 今天早上 你有没有看到这些新闻 我想可能有 过去台湾不是就是 所谓的自行车王国吗 对不对 全世界的最好的脚踏车 都是台湾做的 但是从今年年初开始 尤其到了五月份之后 这个电动辅助脚踏车 这个所谓e-bike 它的出口值 已经超过了传统的脚踏车 而且从五月之后 六月七月 一直到现在 这个e-bike的出口值 都已经越来越 跟传统脚踏车 越拉越开了 所以各位 所以当时我不是跟你讲吗 我说有这个新人员概念股 看懂了 营收毛利益 接着创五年新高 而且重点是 除了基本面 除了基本面很强 就是我所谈对不对 我一定先 各位 我一定从这个角度 帮会去选出一些 我跟我讲 做股票 如果你喜欢玩投机股 那你去找别人 你不要找我 但如果说你的资金大 你希望很稳健 好好的把一支一支的强势股 能够找出来 然后波段 一波波这样做上去的话 你过来跟着为国庆 所以我一直跟你讲 我的选股不是什么一开始什么技术面筹码面 我一定是帮会员仔细的去看 这家公司未来的前景好不好 对不对 第一个它的基本一定要很强很强很强 好当然了 我说我基本上强只是第一个重点 再来回到技术面上 或是我的大标股 当时在9月1号跟你讲咯 我说这个股票股价突破两年的盘整 因为这是月线嘛 突破两年的盘整区 我还特别跟你讲 我说这支股票 你看它前面这个跌跌跌跌 这个都已经跌了五波 已经算是完全的跌幅都跌完了嘛 跌完 经过大修正之后 重新开始起这一波本身的出生段 第二波修正 开始进入主生段 我就跟你讲 这支股票 就算从月线从中长线看 它进入一个主生段 将大涨一波 有没有 对啊 这股市大家都做一个道理嘛 一个真正眼光大的分析师 才能够带着你进去找这种大标股 不是什么短线玩个什么什么 什么赚个一块钱两块钱 哇那带你跑的比谁快 所以各位我就一再跟你讲 我说我看了 我在看月线 从月线的看得出来 这支股票到底它真正中长线的位阶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在特别跟你讲 我说进入一个新的主生段 当时高丽 高丽就是因为 有没有 我当时一直跟你讲 我说各位 高丽为什么这一波走得这么强 为什么一直长一倍 大盘是倒跌 它是往上涨一倍 就是因为这个一样 经过修正之后 有没有 进入一个这一波本身 出生段 第二波修正进入主生段 所以它股价这么强 那原因在这个地方 好 全部跟你预告完之后 而且各位 我从9月1号开始跟你预告 当时全市场除了我之外 谁跟你讲爱迪亚 而且我还连续跟你预告了三天 当时我说这股票 我不会马上开牌 因为在这个地方 我的会员不断的进去买这支 我在会员一直在买这一支 新会员进来 也赶快进去买这一支 所以我说 等它涨一段之后 我们稍微拉开点距离 让我的会员先赚一段 我们再来谈这一支 好 今天我给你正式开牌 叫做爱迪亚 各位 当时的股价还在17块多 在这个地方我给你做了预告 因为其实 早在这个14块这个附近 在我的大标股 你看8月24号那一天 在14块这个地方 我的大标股出现了新的破断买讯 各位 因为这个你要知道 凡是任何一支股票 只要出现这个破断的买讯或是卖讯 当天在微博庆 我们会员的股票系统里面 会全部会集中在一个画面上 所以我很轻松的就知道 哪一支股票 有破断的买讯 有破断的买讯 各位我就会马上就去查 就是我去查 我去查它的基本面好不好 各位你懂了没有 各位两千支股票 不可能每一支查基本面 你没有那种功夫了 但是重点是 当一支股票能够找到大标股系统 出现破断的买讯 各位那就是提醒我 以及我的助理群 特别去看一看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这一支股票出现一个破断买讯 各位因为股票的涨 绝对不是涨户做出来的 对不对 那一定是主力大股 甚至大股东 内部人做出来的 所以我就去一查 哎呦好家伙 Bingo给我逮到 原来它的基本面这么强 哇这么强 好家伙 那就不客气了 用力去买 各位你看 从我买完之后 开始9月1号 开始给你做预告 当时9月1号股票 也只是在这个地方而已 各位如果说当时 你听我预告之后 你赶快跳进来 上个礼拜都一样 短线又回到18块以下 当然你看 又回到大富仙这个地方来 你看之后 今天上个礼拜四 上个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足足有三天的时间 可以让你在这个18 甚至18以下 买得轻轻松松 你看今天跳上去 掌停板 21块6毛5 创这一波新高 各位 你有没有 idea 你有的好多恭喜 尤其是当我在 给你做预告之后 当从9月1号之后 你们赶快打电话进来 加入微博庆的会员 有的话 你看所以当时我说 我不能够马上开牌 因为我的新会员 不断的再买这一支 各位 当然微博庆一定以我的会员权力为重 对不对 我想各位 如果说今天做出你是我的会员 你当然不希望 在第一时间 我把这种这么好的股票 就全部给你分享 公开出来 给全市场 给那些非会员 所以各位 微博庆我一定以我的会员权力悠闲 这是一个对我会员的尊重 我相信很多市场上 一天到晚很多 很多所谓投股老师的 动不动跟你讲说 哎呀来来来 什么这个 一支什么新标股 来来来 你过来过来跟 各位不好意思 你问题是 他们有没有顾虑到 他们原有的会员的权益 但是微博庆 为什么说 你知道有些 有些人在群众说 老师 你都预告那种股票 都不讲说是哪一支 我就讲 老师各位 今天如果说你是我的会员 你希望我在第一时间 就把这种这么好的股票 去跟全市场上 去额纳斯吗 去告诉非会员吗 你当然不希望 所以当时我讲 我说这个股票 我不会马上讲 但是请你过来 马上加入微博庆的会员 我带你去赶快买这一支 各位你看 当时从17块多 18块这个附近 今天已经转眼 21块6块5在涨停满 再创作有没有新高 各位 当时9月1号9月2号 你有没有打电话进来 加入微博庆的行列 有的话 起码你从 你起码先赚这一段 一算也差不多 10几20%了 那各位 爱迪亚强不强 基本面很强 所以呢 越线又在走主身段 所以股价这么样的强 今天排名上最强的股票之一了 那各位你看 从之前的高利 高利一颇涨上去 对不对 不过当然各位 因为高利啊 这个毕竟短线涨多了嘛 所以我说 为什么我开始把高利获利一部分 开始就去布局爱迪亚 然后重点是看 高利有没有 后来短线不是连跌了四天吗 尤其到上个礼拜的那一天 股价又跌回到我都大副线 我跟你讲 我还记不记得 我说高利跌回四天 又回到大副线上面来 当时盘中之一点105块 你看我说大副线 从107到104 这个地方就是啊 所谓的这个 怎么叫做逢低买进 我说大副线 预算在这个地方 107以下到104这个地方 就是短线最佳买一点 所以果然上礼拜盘 盘中之一105块 只有到今天 又给你连涨三天 而且重点是今天盘中 在123这个地方 我待会先获利了一个部分 为什么因为前范高点124 今天高点又是124 已经平了前高 它的股价还是很强 所以破断怎么做 短线怎么做 对吧 好了 各位重点是各位 如果说你手上有高利 或是你有这个爱地亚的话 我也恭喜你 那你要恭喜我的会员 可是重点是 哎呦老师 不好意思 哎呦 真的是对不对 当时啊 在这个地方 威老师你预告爱地亚 当时大家就在想东西想西 也不愿意跟 到今天看啊涨停板 可是毕竟回头一看 爱地亚又涨了一波上去了 所以威老师 不好意思 那还有没有什么股票 是像高利或是像爱地亚 准备要起涨 各位 有 只要你真的想赚钱 我请你今天赶快打电话进来 有只新股票也被我抓到了 这一只 各位 今天我叫他做新爱地亚 当时我跟你预告新高利的时候 你过来跟上面有9月1号 新高利 好 今天有只股票 可是新爱地亚 一样 各位 我先从基本面讲起 他的8月营收 前8月营收 上半年尽力 都创同期新高 各位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再跟你讲 你从高利开始 对不对 所有的这些大标股 它的基本面都是这么样的强劲 所以当不管大盘跌不跌 别的股票是不是跌成一堆 但他们这些股票就是能够不断的创新高 不断的创新高 好高利如此 这个爱地亚如此 那这支新爱地亚也是如此 8月营收 前8月营收 上面经历全部都在创同期新高 这个代表他的后市够了 再来各位 一样这是月线 月线 前面一样 整个大波段叠完以后 这边开始出生段 第二波修正 开始要走主生段 各位 这个地方就给你预告的爱地亚 就是同样一个模子 长线跌完之后 开始重新起一个新的波段 出生段 第二波主生段 跌完之后出生段 第二波开始要进入一个主生段 那各位 这个股票也不过才上个礼拜 刚刚开始突破整理区 各位赶快赶快赶快 我叫做新爱地亚 如果说当时的高利 涨一倍的高利 期账也好 就算中段整理在8月17号 我告诉你说整理完毕 突破中段整理 准备再起涨 8月17号 你要是跟上高利 你也赚了将近快50%了 各位你看 如果高利一倍你漏掉了 这个爱地亚 这一波你也漏掉了 爱地亚已经涨了超过50%了 那我强烈的建议你 那这次新爱地亚 新爱地亚 一样 月线上 月线上 开造进入主生段的行情 那各位 8月营收 前8月营收 上面全部创同期新高 基本面强不强 强 股价突破盘整区 哦 开始要起来了 月线也开始要进入主生段 那这支股票 你还要漏掉吗 如果高利你漏掉了 如果高利你漏掉了 如果爱地亚 这一波你也没跟上的话 那各位 那我真的良心的奉劝你 你今天你今天赶快打电话进来 明天赶快跟上这些新爱地亚 长线的布局 这个东西 各位 这个大标股这个地方 多的是我再讲一次 尤其是基本面 基本面特别强的情况之下 这种股价就不是玩一两天 各位盘面上很多的股票 玩短线涨一两天不会涨 那是因为基本面不够强 所以我说光是技术面筹码面 不能看到一支强势长线大标股 但是基本面够好 未来的前景够好 那这个情况就完全 那就是真的长线来讲 它的机会就很大 看看有没有 当时跟你预告的这个地方 到今天已经有没有 大涨一根了 所以今天赶快打电话进来 手机办好 明天我带你进去 赶快布局这支新标股 各位高利 爱地亚 新爱地亚 你好的把握住 OK 赶快电话进来跟上微博庆 你越早跟上我 然后你掌握越多的大标股的 这个布局的这个机会 好吧 好 祝大家从顺利 听到此 谢谢各位